是否繼續中綱融合大陸學生下來 霸佔學位 然後出來工作 人工比我們高 因為聘請他們的大陸股份 大陸股東 優惠他們所謂給他們工資 留一些位置給他們做 低下層有很多新移民 不知怎樣批下來的人 忽然間霸佔公屋 霸佔公共醫療 搞到一般的排期要三四個月才能進去 或者急症要等四十八個小時 或者比較可憐一些 譬如上一陣在屯門 應該是天水壞年屯門 有一個工友 那個手臂被一個欄杆刺穿了 等一日多才能做到手術 好像十足 好像以前那些皇朝時代 明清時代那些戰場 那些戰射射射了手 糟了 那泰醫又不在 然後又撿一撿 然後又坐馬回去朝廷 一坐四十八個小時 又由生海關坐回去 類似這些畸形的事情 如果大家覺得 可以接受那套 泛民那套中港融合 歡迎新移民 歡迎新移民都是窮人 向他們宣揚民主中國的理念 讓他們帶回鄉下 還用回這套東西 這樣的話 如何可以作出呢 這套東西令到中共的殖民 是長距直入 然後就整死我們 故此不可能繼續讓這班人這樣下去 就算有人說得比較以香港的利益優先的說法 也不代表他一定要改變現狀 因為你可以批評這些事 但你完全不做事 我覺得也要包括這群人 譬如香港贏歐先 他只不過說 大陸人都有權下來排隊 不論我們先排隊 我們的做法是 你根本沒有權下來排隊 我們不讓你下來 不讓你下來 很過分 這個各個國家 甚至大陸自己的省份 或者市場都是這樣的 都是自己有戶籍的 就是沒有戶籍的 麻煩你走開 你要讀書 你回到鄉下 很簡單 這麼